欢迎回来 很多人都听过六堆 但是翻开地图或是用网络搜寻 都找不出六堆到底在哪里 原来六堆指的是客家聚落 也是客家族群生命共同体的统称 地理位置涵盖于高雄屏东两地 为了纪念六堆三百年 客委会特别筹办六堆庄头剧场 透过九组剧团 九组在地文化体验团队 以庙城田野为舞台 演绎六堆客庄的故事 像是高雄美农的烟业文化 以及屏东内谱的信仰中心天后宫 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您一块去了解 来到高雄美农 著名的秋天桂泰夏火房 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建筑 搭配传统的客家八音演奏 仿佛带领着大家走进时光隧道 五零年代的美农小镇是种植烟业的全盛时期 这处烟业饭讲述的正是美农的烟业史 来来来来来来 躺不死哦 买那些阿发 买那些阿炊 买那些 八炊两兄弟 放手 就嘴嘴 你 散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唐公归旧归旧以前 烟业是美农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故事主角阿发阿采 两兄弟用归斜逗趣的方式 呈现出过去种烟的农家 在采收烟业时会煮烟业饭请供人吃 不过这个烟业饭可是没有固定菜色的 一碗烟业饭不只是一餐 更代表烟农们一辈子的辛劳付出 让下一代能受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大概是每年大概九月十月开始种 然后大概十二月一月到二月都是采收熏烟业的事情 就大概是一个冬天冬天的时候 黄鸿松是土生土长的美农人 这次以素人演员的身份参与演出 列具异议 他的童年充满了对烟业的回忆 透过表演不仅重现儿时场景 更展现烟农特有的生活文化 除了自己家忙那还有教工 那教工就是因为家里人手不足嘛 所以我们就会七户烟农一组 然后组成工作团队又互相帮忙 今天去你家明天去他家 所以每天每个人都是忙的 剧团演出特地选在市定古迹 邱天桂派下火房 因为邱家先前也是种烟人家 结合客家地景透过沉浸室演出 让美农人说美农室 因为我们客家人说佛逢 其实佛逢会有两个意思 一个佛逢是一大群人一大火人 那一个佛逢是开火 就是大家一起煮饭一起吃 吃饭的这个事情 所以因为也很难得有这个市定古迹 蛮有在回到以前那种 胎佛逢我们讲胎佛逢火房的那种 那种情感这样子 美农过去被称为烟城 全盛时期的烟叶产量 就占了全台的七分之一 居全台之冠 透过文史工作者的记录 得以窥探当时的生活 从播种到采收 再到绞烟厂熏烟等等 一张张照片全是鲜明 劳动的成果 金黄色的烟叶上 还闻得到淡淡香气 有味道哦 烟烈飙喝 位于南台湾的客家聚落 六堆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区 它并不是行政区上的称呼 而是一群 南部客家庄头 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总称 美农在六堆的区域划分是属于 幼堆 而六堆的范围横跨高雄到屏东 虽说都是客家族群 但是在语言用词及风俗上 都有些微的差异 这么狭长的六堆 其实我们希望促进内部的认识 这是第一步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 我们就想说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 我们习俗地方上的一些 地方知识的交换 那另外一个当然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戏 然后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 跟着戏剧的脚步 我们再往南来到后堆 也就是屏东内谱 天后宫前广场 先民从对岸飘洋过海 来到台湾 客庄勇士 遇上朱衣柜事件 勇敢击退敌人 并组织六堆义勇军守护家园 六堆之民 于是成为南部客家聚落的统称 之后建立信仰中心 盖了天后宫 这里便成为客家人 闽南人和原住民 相互融合的重要场所 那我们的祖先 就被这块土地黏住了 黏在这个地方 很深厚的感情基础 我希望用这样的歌舞剧 在这个地方因为演出 而造成以后的影响 让他们对我们的客家母语 知道母语之美 然后能够一直播种下去 六堆不只代表客家人与其他族群共存共荣 各是客家文化复兴的重要区域 这次客委会筹办六堆庄头剧场 透过九组剧团演出 发掘在地文化 并唤醒客庄记忆 客委会他是想说 把那个客语 往下扎根延续下去对不对 那利用这种 代录戏 还有 那歌曲 还有舞蹈的方式 更能够 让一般大众接受 而且小朋友 我相信会更加有兴趣 从语言开始希望大家能够听到 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一些韵律 或者是生韵感的语言 然后再去 在另外一种方式行进客家文化 结合地景的剧场演出 把六堆庄头的故事精彩呈现 也见证六堆三百年 人文历史 希望客家传统文化 能世代流传 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